最悲催的企鹅游了3000公里发现方向错了 后续剧情十分魔幻 眼前这只企鹅跋山涉水 整整游泳3000公里 终于来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目的地 但是看到眼前的景象 这只企鹅愣住了 眼前这个温度 这片黑乎乎的土地好像不对劲啊 我的家不应该是挨挨白雪的南极吗 我是谁 我在哪里 我到底怎么了 这只企鹅愣了一会儿 终于发现自己跑错方向了 此时的企鹅是又累又饿 想要再次游回去是不可能的事情 眼下这个地方是新西兰南岛城市基督城的一片海滩 而此处距离这只企鹅的家乡 足足有3000公里的路程 这只企鹅是一只阿德利企鹅 随后它直接待在原地了 开始思考自己以后的鹅声到底该何去何从 就这样 它愣了好长时间 不过还好 后面迎来了转机 新西兰南岛一个小村落的村民 哈里和妻子在海边散步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这个小家伙 由于这只企鹅还处于猛逼状态 哈里发现它的时候它一动不动 起初哈里还以为这只是一个玩具 直到小企鹅的脖子动了一下 看着小企鹅一直在扒拉石头 哈里这才意识到小企鹅可能饿坏了 于是连忙打电话 想当地企鹅救助中心求助 救援人员看到这只企鹅以后 也是一脸不可思议 这可是南极特有的阿德利企鹅呀 随后这只企鹅就彻底火了 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人们给它起名为聘狗 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 给企鹅来了一个全身检查 发现这只企鹅身体并没有大碍 但是长时间跋山涉水 已经让它饿坏了 随后救助中心给企鹅安排上了大鱼大肉 为了让企鹅更好地康复 工作人员给它准备了液态食物和鱼冰沙 吃饱了喝足了 小企鹅心想 同伴们说得没错 人类果然是企鹅最好的朋友 好像没有走错路 这就是天堂啊 过了几天 转折又出现了 企鹅在救助中心白吃白住 已经彻底恢复了 人们觉得是时候考虑一下将这只企鹅送回故乡了 工作人员将这只企鹅放在一个没有掠食者的安全沙滩上 希望这只企鹅能够顺利返回自己的故乡 小家伙的世界观再次崩塌了 合着我还要再游三千公里吗 这只企鹅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谢谢大家